我们一起来看耶稣亚记第三章 耶稣亚记第三章 耶稣亚记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把第三章读一次 耶稣亚记第三章第一节 耶稣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 来到耶诞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 第二节 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 愤怒百姓说 你们看见耶稣法你们神的约会 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 就要离开守住的地方跟着约会去 第四节 只是你们和约会相离要两千走 不可与约会相近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一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耶稣亚愤怒百姓说 你们要自觉 因为明天耶稣法必在你们中间行歧视 耶稣亚又愤怒祭司说 你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走 耶稣法对耶稣亚说 从今日起 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要吩咐台约会的祭司说 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 就要在约旦河里站住 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前来听耶稣法你们神的话 耶稣亚说 看啊 普天下主的约会 必在你们前头过去 到约旦河里 因此你们就知道 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前 赶出迦然人 赫人 西魏人 比利席人 格加撒人 亚摩利人 约布斯人 你们现在 要从以色列支派中 拣选12个人 每支派一个人 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尔华 约会的祭司 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 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 在极远之地 撒拉旦旁 在约旦的亚当城那里停住 立起成蕾 那从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 下流的水全然断绝 于是百姓在约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台约法约会的祭司 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暂定 以色列众人 就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 这一章是记载 在约旦河之后 当两个探子去窥探 约利哥城回来的时候 那么他们所回报的 是让百姓大有信心 也让这些百姓都得到非常大的鼓励 他们虽然 因着这两个探子所回报 他们的信心大正 他们也期待能够进入迦然地 得到迦然地的产业 但是重点是现在来到约旦河边 这个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 那怎么过河 这就是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而且当时以色列百姓人数众多 在这么众多的百姓当中 要怎么让大家很安全地来过这个约旦河 以色列百姓 兰尼老少都有 大大小小的都有 既然这么多人 又有这么多的牲畜 但是这个过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如果要坐船来渡河 当然是可以渡河 问题是哪来这么多的船 怎么来造这么多的船 哪来的那么多的木料 来在一时之间就能够造出 让这几百万的百姓 来坐船过河 所以这确实是一项很难的事 那在这个时候 神吩咐耶稣亚 要叫他 吩咐抬约会的祭司 抬着约会 在百姓的前头过去 这个约会当然代表神的同战 因为约会就是神临在的地方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 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 他们过的是 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 他们每次安宁的时候 都是对着会幕来安宁 那会幕里面的自圣手 里面就有神的约会在里面 约会上面有四恩咒 所以神每年会一次 借着大祭司 带着羔羊的血 带着血 来进入自圣手 来为全民来赎罪 那也是神临在 在这个四恩咒上 这个 来跟这个大祭司 来讲话 所以这是代表神同在 神在他们当中 那现在他们已经习惯 对着会幕来生活 所以他们的生活重心 就是神在他们当中 那过去 他们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 除了约会 除了会幕在他们当中之外 他们每次的安宁起行 都有神借着云柱来引导他们 当云柱火柱动的时候 他们就需要拔引起行 当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在那里安宁 所以过去四十年当中 他们体会到神在带领他们 那现在要进入迦南地 现在一个最大的摆在他们前面的问题 就是约旦河 那怎么来过约旦河 所以神要借着台约会的祭司 让这些百姓来跟着这个台约会的祭司 来过这个约旦河 那从这一段圣经当中 我们来思想 这些百姓他们跟着约会走 到底神要吩咐百姓 让他们操练什么事 让他们学习什么事 第一点 神要让他们明白当走的路 我们看第四节 第四节 只是你们和约会相离要两千走 不可以约会相近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一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神要让这些百姓 来明白手当走的路 也就是说他们今天 要借着手走的路 来体会神的恩典 来体会神的大人 这一条路他们没有走过 确实没有走过 他们四十年的旷野 他们还没有走到约旦河边 那现在走到约旦河边 可是约旦河水涨过两岸 如何过约旦河这一条路 确实他们没有走过 那借着过约旦河的这条路 因着是跟着约会在走 所以神要让他们明白手走的路 是一种神大人的显明 也就是神借着他们跟着约会走 来体会神的大人 那么当然也要让百姓 来看清跟从族走的这一条路 跟从族走的这一条路 就是代表神所带领的路 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就像以色列百姓 我们在过去的生活里面 我们处在这个魔鬼的前世之下 所以我们就好像羊走迷的路 那子耶稣为了来引导我们 来跟从他 所以神灵敏能 让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七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 因我们神灵敏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里圣经上记者说 神灵敏我们世人 我们本来就像坐在黑暗死印里 我们人生失去的方向 我们没有 我们不知道将来的盼望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好像在黑暗死印里当中 我们的人生是绝望的 那么神灵敏能 所以叫清晨的日光 清晨的日光 是指着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 让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死印里的人 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也就是让我们从绝望当中来归向光明 让我们在黑暗死印里当中 因着神引导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能够跟着主的脚中来信 所以我们也要借着指耶稣基督的引导 来明白我们所当走的路 我们再看回来 耶稣基第三章 耶稣基第三章第六节 耶稣亚又吩咐祭师说 你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走 耶但河的河水葬过两岸 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第四节说 这一条路他们没有走过 神要操练他们的是操练他们的信心 耶但河水葬过两岸 抬约会的祭师 抬起约会在百姓的前头过去 那当百姓 当台约会的祭师抬起约会 在他们的前头过去的时候 也就是要让这些台约会的祭师来凭着信心 来走到月旦河里面 所以当祭师角一踩怒 台约会的祭师角一踩怒 这个月旦河的时候 那月旦河的水就停住了 就不再往下流了 就在前面 来築起一道水墙 这个让这个水就断绝 不再往下流 那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 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要凭着信心来走 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神要操练百姓的信心 让他们在这个时候 来看清神的作为 所以十四节说 百姓离开帐篷 要过耶诞河的时候 台约会的祭师 乃在百姓前头 他们到了耶诞河 搅一路水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 便在极眼之处之地 在亚当城那里停住 立起成脸 然后这个下流的水就断绝 那百姓就在耶利哥的对面 来过去了 我们看这里 这些百姓是亲眼在那里 看着台约会的祭师 在他们前头过去 那这个水就断绝不再往下流 所以他们就跟着 这个祭师 就走到耶诞河去 然后就过这个耶诞河 所以神在操练这些百姓 跟祭师的信心 要让他们借这个时候 来看清神的作为 来看到神的大人 当然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就好像这些百姓一样 有时候摆在我们前头的 是没有路可以走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来走 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来带领 就是要凭着信心 来走前面要走的路 我们所看到的是不可能的 没有看见的路 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 继续靠主来走下去的时候 那么神就会开路 所以信仰生活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今天在信仰这条路上 要凭信心来走 不要凭着你眼睛所看到的 你才相信 就是要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再看 耶稣亚记第三章第五节 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觉 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急事 神要百姓再操练一件事 要过耶诞河 还要他们先自觉 说他们准备要过河的时候 叫他们要先自觉 因为神要在他们中间来行歧视 要准备要自觉 所以这个过耶诞河 要看神的能力显明 要跟从主 就要操练自己的敬虔 信仰生活里面 这个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西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以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是操练我们 敬虔的生活 也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 一个敬畏神的人 能够过着分北为圣的生活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我们将来都期待 能够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盼望 就是将来的永生 就像以色列百姓 他们要进入迦然地 来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之地 他们要进入迦然地 来得到神所应许之地 神都吩咐他们要自觉 那何况我们将来要进入 这属灵的迦然地 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 将来神所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要进入神的国 当然如果没有圣洁 我们如何来进入神的国 如何到主的面前呢 因为没有圣洁就不能过建筑 所以在生活当中 操练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看这个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第三节 第六章 若有人传异端 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 基督纯正的话 以那何物敬虔的道理 他是至高至大 一无守之 专好问难 真辨言辞 从此就伸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 并那坏的心术 施上真理之人的增进 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户 第六节 因此 然而敬虔加上自主的心便是大力了 这里圣经上 告诉我们 保罗在写给提摩泰的书信里面 特别提到 所以我们要谨慎 不要服从那些传异教的 我们应该是要能够有 有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和合乎敬虔的道理 神的真理是合乎敬虔的 神的道是敬虔的 所以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敬虔神要操练 这个敬虔的心 我们再看第四章的 提摩泰前述第四章的第八节 第四章的第八节 超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虔 环视都有益处 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我们能活在世上 很多人很重视的就是 健康的身体 所以我们为了要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要活就要动 就是要运动 要操练自己 要运动 那操练身体 来注重这个 适当的运动 让自己的身体 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这个是操练身体 那当然 这是很好的 因为本来操练身体 本来就是一件好事 让自己能够健健康康 能够身体保持最佳的状态 但是 它虽然是好的 可是如果跟这个 敬虔的心来比较 当然敬虔更重要 所以操练身体 重来是很重要 但是这里说 唯独敬虔 凡事都有 为什么 操练身体 只是让我们肉体 能够在 这个 能够比较健康 但是操练敬虔呢 是让我们今生 和来生 都能够得到益处 也就是能够得到今生 跟来生的应许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 这个敬虔的生活 也就是从内心来敬畏神 操练自己 能够有敬虔的心 能够有追求 分别为胜的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看到 耶稣亚记的第三章 耶稣亚记的第三章 耶稣亚记第三章 第六节 第三章第六节 耶稣亚又吩咐祭司说 你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走 我们看台约会的祭司 他们现在要在百姓面前 抬起约会 先走到这个约旦河 但是约旦河的河水 是占过两岸 也就是当时约旦河是满水的 那满水要渡河 当然更难 那这个约会 其实是不好抬的 如果我们 从 这个 立位记里面 跟出埃及记里面 去看 神要摩西 来造这个约会的时候 约会的造法是 是上面重 底下是轻的 所以两根杆子穿过去 是穿在 这个一半的以下 所以抬起来 是不好抬的 也就是说 抬业会的祭司 第一个他们抬起的使力 必须要 能够 大家同心 能够 力量是医治的 那才不至于让约会 这个翻了 那 当时的河水 又涨过两岸 在满水的情况之下 对祭司来说 其实 也是在操练他们的信心 跟同心 如果当中有人信心软弱 却步了 不敢往前行了 因为河水 是满水的 不敢往前行了 那么如何 能够看到神的全能 在那里发生呢 如何能够看到神的 大能大力来显明呢 所以信心 跟同心 在这里就显得 非常的重要 台业会的祭司 每个人都要 绝对的相信神 因为对神 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在 面对这个 满水的 约旦河水 他们不却步 他们不胆 不胆怯 他们能够 凭着信心 勇敢的 脚就往 这个河水踩进去 他们很同心的 抬着这个约会 让这个约会 很顺利的 在这几个祭司 抬着的时候 能够 他们走得 非常的平顺 然后 顺利的 往约旦河走 来看到神 所显出的 大能大力 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 教会的发展 我们要让神的能够得到荣耀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的同心 如果大家不能够同心 那教会如何发展呢 所以从职务人员 从弟兄姐妹 从我们信徒的每个家庭 我们大家都能够同心合一 我们步伐到医治 但是我们都能够 大家对神有绝对心爱的心 靠着神的心来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 不管前面可能是看不到前面的路 不知道摆在我们前头的是多大的危险 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同心的来走下去 那这样很自然神就会为我们开路 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全能 我们看《非力比书》第四章 《非力比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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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力比书》第一章 我欠有阿爹和荀杜基要在主里同心 我也求你们真实同父一二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还有隔离丢和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 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这是保罗写给福利比教会的书信里面 特别提到几个曾经跟她一起同工的 特别提到这两个女人 那这两个女人曾经跟保罗一起同工 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 说要在主里同心 那我也求你在这真实同父一二的 来帮助这两个人 在真实同父一二 同父一二 我们在这个马太文十一章里面有读过 主耶稣收繁劳股丹中丹尔的可以到我面前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当父我的二学我的样式 这个二就是牛二 那保罗在这里也用到这个二 巴勒斯坦地的这个牛二是两条牛同互一二 不像我们台湾过去这个农业社会时代 我们台湾过去在这个工作泥田 拉车用的是水牛 水牛是一只水牛 负一个二 所以是一只水牛在拉 那巴勒斯坦地当地是用两条牛同互一个二 然后一起拉 那主耶稣他叫我们要负他的二 说我们要负主的二 学主的样式 也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要承担主的工作 那这个承担主的工作用负二 主耶稣用负二来做比喻 承担主的工作表示 与主同互二 与主同互二 那两条牛在同互二的时候 当然两条牛的要能够步伐一致 要同心同行 才有办法很顺利的来工作 那当然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除了与主同互二以外 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 我们也要同互一二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来跟主同心 能够同互一二 这个就是同心同行 在主里同心 当然这个神就同工 所以能够同心就能够同工 那就能够同行 信仰这一条路 是大家要能够同心同行 夫妻不能够同心的时候 就无法同行 如果信仰步调不一样 当然走的就很辛苦 那在教会推动各项的事工 如果大家不同心 那事工推动起来就不顺利 所以同心才能够同工 那才能够同行 那神才会同工 我们再看回来 约书亚记第三章 约书亚记第三章 十七节 约书亚记第三章十七节 第三章十七节 台约华约会的祭司 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暂定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 对祭司 对所有的百姓来说 神要他们跟着约会走 那这个也是在操练他们 顺服的心 那顺服当然要顺服到底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祭司凭着信心 来踏怒河中 那踏怒河中的时候 这个河水就在亚当城停住了 就断绝了 就没有再往下流了 那约旦河的水 当时是满水味 突然断绝 对百姓来说 这么多的百姓 要过河的时间 不是几分钟 要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多人走约旦河 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那这么长的时间 谁能够保证 说这个水不会再流下来呢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 很大信心的操练 如果他们相信神 就会顺服神 因为神这样吩咐 因为神这样告诉耶稣亚 这样来吩咐百姓 那他们 对神 有信心 凭着信心走下去 信心 很自然 就会带出 人顺服的心 我们有时候 没有办法顺服神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 如果我们对神 有绝对的信心 我们对神的话 就会顺服到底 我们就不会产生恶心 我们也不会 走到一半 不敢走了 所以我们看百姓 他们都很顺服的 凭着信心走这个干地 所以这里圣经上说 直到所有的国民 尽多过了约旦河 大家都从祭司的前面 来走这个干地 过去 然后一直到 所有的人民 都过了约旦河 也就是说 坚持到底 信仰就是要坚持到底 而不是半途而会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跟着约会走 神要来操练这些百姓 明白守当走的路 要来操练他们的信心 要操练他们 敬虔的心 就是要自觉 要准备来过河 要操练他们 能够同心 也要操练他们 有顺服神的心 我们一起来唱诗